詞曲 李宗盛 好 我們今天再繼續利用極限的定義 來證明一些簡單的極限 首先 第一個例子 我們證明 Limit 當 極限5的時候 x 分之1的極限是5分之1 在證明之前 我們先回憶一下 回憶一下這個定義 也就是Limit 極限0 fx 會等於L 它的定義就是 For all f 上大於0 存在delta大於0 使得當 x 減掉 a 小於delta的時候 大於0的時候 M' fx 減掉 L 會小於ε 好 所以也就是呢 我們要證明這個就是認給一個ε 我們必須回應它一個delta 然後驗證說 當 x 跟 a 的距離是小於delta的時候 它的函數值跟 L 的距離 真的就小於我們所要求的ε 無論我們ε 給多小 我們都確實可以回答一個delta 使得函數值跟 L 的差距 就小於我們所要求的ε 所以為了做這證明呢 我們就必須先分析 我們的delta該是什麼 好 在這個例子裡頭 也就是我們要說呢 For all epsilon 我們要取一個delta 使得當 x 減掉 5 小於delta的時候 delta 我們還不知道是什麼 結果我們就可以推得到 fx 就是 x 分之一 l 就是我們的五分之一 我們希望它推得是會小於ε 那麼我們看這個 這個我們把它通分一下變 5x 5 減掉 x 的絕對值 然後呢 5x 分之一把它提出來 然後這邊就是 x 減掉 5 的絕對值 好 我們知道呢 這個 x 減掉 5 是小於delta的 可是呢 我們要乘上一個數字 最後呢 希望它是小ε 所以我們必須要能夠控制這個數字 也就是我們希望呢 我們能夠知道 我們的 x 分之一呢 是小於多少 但是呢 我們知道 我們的 x 是跟5很靠近的 所以我們不妨射 我們 delta 是小1的 即 x 減5呢 是小於6 2 是小於1 也就是 x 是在6到4之間 那 x 是在6到4之間的話 好 所以呢 也就是我們剛剛的這個式子呢 我們就知道它是小於5分之1乘4分之1乘上delta 要等於ε 所以我們就可以取 delta 等於20倍的ε 好 根據這樣的分析呢 我們現在正式開始證明 好 for all epsilon大於0 我就取 delta 是什麼呢 取 delta 因為我們剛才要求 delta 是小於1的 所以我們取的 delta呢 不要讓它超過1 所以呢 也就是呢 1跟 剛才我們這20ε的 比較小的 也就是說 如果有人呢 喊出來的ε是1的話 那麼 20ε就是20 那麼我們回它的 我們回它的delta就是1 如果呢 有人說ε是0.01的話 那麼 20ε就是0.2 所以我們回它的就是0.2 好 在這個條件之下 我們現在來驗證 我們來驗證 就是 當x呢 減掉5 小於我們的delta大於的時候 我們是不是我們的fx 只要我們的fx減掉l 也就是1x分之1減掉5分之1 是不是會小於ε 可是x減掉5小於delta 因為delta是小於等於1的 所以也就是x減掉5會小於1 所以m'呢 x是在6到4之間 所以m'呢 x分之1呢 是小於十分之1 可是另一方面呢 因為我的delta 減掉絕對值是小於delta 所以m'呢 x減掉5呢 是命運方面呢 它也是小於20ε 好 所以呢 由於前面兩個性質呢 我們就知道fx減掉l 也就是x減掉分之1 減掉5分之1 就小於5x 5-x的絕對值 也就是等於5分之1 乘上x分之1 乘上x5-5的絕對值 好 那麼低了5分之1 那麼我們這個x分之1 我們就套用這裡 得到4分之1 a減5我們就套用這個 所以得到它是小於20的ε 所以把你三個乘起來 我們就得到它是ε 所以也就是說 我for allε 我就另掉它是這個數字的話 我就確實倒出來 我的fx減l 也就是x減分之1 減掉5分之1 確實是小ε 所以這就代表 這就代表limit 趨近於5的x減1 所以1分之1 而x分之1 它確實等於5分之1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例子 我們要證明 當x減進到5的時候 x減1的開根號呢 它減進到2 好 用類似的方法 我們再一樣的 我們先分析一下 for allε 我要回答一個delta 不知道是多少 然後呢 我們要滿足 當x減掉5呢 小於delta的時候 我們希望得到 x減1的開根號 減掉2呢 會小於ε 好 首先呢 這邊呢 這邊呢 是牽涉到開根號 所以我們跟以前一樣 我們用 我們把它優理化 也就是呢 把它 上下同乘以x減1 加上2 然後呢 上面就是x減1 開根號的平方 減掉4 所以也就是等於 所以也就是等於 更號 x減1 加上2分之1 x減5的絕對值 那麼我們知道 這個是小於delta 所以呢 我們必須呢 控制這個數字 然後呢 讓它有 被一個 成數呢 被一個成數呢 借助 然後使得它乘起來 或小ε 所以我們就需要看看 這個數字呢 到底範圍是多少 那同樣的 我們可以設 delta小1 那麼這個時候 x就有一個範圍了 所以x呢 減掉5呢 就是在1到負1之間 所以呢 mプラx是在6到4之間 好 那麼 所以這個時候 x減1呢 就是在5到3之間 開翻了以後呢 好 x減1的開翻呢 好 5的開翻是2.2 所以我們補法呢 說是它是小於2分之5 3的開翻呢 是1.7 所以我們補法說 它是大於2分之3 好 那麼 再加2 它就小 小於2分之9 大於2分之7 那麼我們現在 需要的是它的 它的導數 所以x減1 開根號 加上2的導數 我們就知道 它是小於7分之2 它是小於7分之2 好 所以這裡呢 是小於7分之2 所以我們知道 Δ就去2分之7 Δ取2分之7的ε 所以乘下來就小ε 好 根據這樣的分析呢 我們現在就開始正式的證明了 好 我們要開始正式證明 For all ε 大於0 我就另 Δ呢 就是等於我們剛才要求的 它一定要比1小 然後呢 這邊呢 這個 我們要取得 7分之7的ε 好 我們驗證說 4x 滿足x減掉5 那是小於Δ 我們要 我們希望驗證說 fx減掉L 也就是 N號f-1 減掉2 我們希望它 小於ε 好 所以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 開始要驗證這個式子 那麼 首先呢 我們知道 這 因為呢 Δ小1 所以n' x是 小於 所以我們知道 x是小於6 大於4 大於4 所以呢 根號x減1的 減加2的倒數呢 好 我們還是慢慢來 好 所以我們就知道 x減1的開根號 就是小於 根號5 大於 根號3 好 所以也就是小於 2分之5 大於2分之3 那麼 根號x減1的加2 就小於2分之9 大於2分之7 所以 根號x減1 1呢 加上2的倒數 就 小於7分之2 好 好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x減掉l 等於 根號x減2呢 就等於 根號x減1 加上2 分之 x減1 減掉4 它就等於 它就等於 根號x減1加2分之1 乘上x減5 好 根據剛才呢 根據剛才呢 我們這邊算出來的 它就小於7分之2 而另一方面呢 我們的delta呢 這一下呢 是小於delta 而delta 是小於2分之7的ε 所以一乘的話 它就是ε 所以我們就證明了 G G Limit 趨近到5 然後 根號x減1 2 它會等於 2 2 2 好 那這以上呢 就是我們利用定義來驗證一些極限的例子 那麼下面呢 我們要介紹的一些概念 我們前面已經知道 我們前面知道呢 當呢 當呢 fx等於x的絕對是x的時候 我們知道呢 當x是正的時候 它的 它的函數值是1 當x是負的時候 它的函數值是負1 這個呢 Limit 趨近到0的時候 fx 是不存在的 雖然它是不存在呢 可是呢 它的行為其實並不是那麼壞 也就是說 從右側看呢 它的極限呢 應該呢 是等於正1的 如果呢 我們世界只有左側的話 從左邊看 它的極限是負1的 好現在呢 我們呢 我們呢 就把這個呢 我們用正式的定義寫下來 因為我們 當我們看 Limit Limit 趨近0 plus的時候 我們所關心的 只有0的右側 所以呢 也就是呢 我們的定義呢 for all action 大於0 存在大於0使得 x呢 是在a的右側 是在a到a加 Delta之間 我們呢 要使它的函數值跟l 非常的靠近 這個時候我們就稱它的右極限是l 同樣的 我們考慮左側的時候 我們所關心的是 x是在a的左側 也就是 x從a減Delta到a 這邊的 在左側的時候 然後呢 它的函數值呢 是跟l非常的接近的時候 我們就說它的左極限 我們就說它左極限呢 是l 好 好 那麼 在無限遠的時候的極限呢 意思就是說 開始的時候呢 我們的函數值呢 可能 不知道 但是呢 當然很大的時候 我們的函數值呢 就會 非常的靠近l 所以意思呢 也就是說 也就是說 認給fc大於0 我就可以找到一個m 使得 當我的x呢 比m還遠的時候 當x比m還遠的時候 它的函數值呢 就跟l呢 是非常的接近 這個時候 我們就說 當h0無限大的時候 我的fx的極限呢 就是l 好 同樣呢 同樣呢 如果在負線大的時候 我們就 我們就說呢 同樣呢 同樣呢 它的極限呢 如果是l的話 那麼 也就是呢 我一定呢 隨便給個ε 我一定可以找到一個m 使得當x小於m的時候 它的函數值都跟l呢 是非常的接近 好 好 我們根據這個呢 我們來證明一下 這個 limit 趨近無限大 x分之一等於0 好 意思呢 也就是for all action大於0 我要找到一個m 使得當x大於m的時候 x-1 -1 -0 的 差距 會小於我們的ε 好 既然呢 x-1呢 絕對值是小ε 所以呢 我們呢 這也就是1分之x的絕對值 要小ε 所以呢 我的 我所取的m呢 就應該是 x絕對值呢 應該 那也就是x的 也就是x絕對值呢 應該要大於Δ分之1 所以我的m呢 就取這個 好 所以呢 也就是for all 好 所以for all 大於0的話 我就取令 m就是 1分之1 那麼 那麼 則 當 x大於m10 fx 減掉l 也就是x分之1 減掉0 也就是等於x分之1 那麼x 所以它也就是小於m分之1 好 那麼 那麼 可是m呢 就是 1分之1 所以它就是等於ε 所以也就是x分之1 減掉0 會小ε 故 limit 而趨近無限大fx 的x分之1 就等於0 好 那b呢 就留給你們知情認證 那同樣呢 我們遇到呢 它的極限是無限大的時候 也就是當x很靠近a的時候 它的極限會無限大 這個時候呢 意思就是說 它要有多大就有多大 所以 認給一個b大於0的話 我就可以在這邊找一個很小的區域 Δ0 使得當x-a是掉在這個區域裡頭的時候 它的函數值都比我們所給的b要來的大 大 那麼我們就說x靠近a的時候 它的極限是無限大 好 所以呢我們也用這樣的定義 我們來證明一下這個 所以好 我們再回憶一下 for all b大於0 我要取一個delta 使得當x-0 小於delta的時候 結果我會得到 它的函數值 一定要比b來的大 好 好 那現在呢 也就是x平方-1 要比b大 所以x平方呢 就是要 小於b分之1 所以呢 我覺得 好 那 可是呢 x平方呢 是 可是呢 我們 好 我們 x呢 是小於delta的 所以我們就知道呢 我該令 所以我就知道呢 我該令 delta 等於 根號b分之1 好 所以我們現在呢 開始呢 正式的證明 for all b大於0 我就令 delta 等於 根號b分之1 則 x-0 小於delta 是小於delta 的時候 我就imply fx-0 fx 的絕對值 也就是 x平方分之1的絕對值 也就是 x平方分之1 那它是小於delta 所以呢 它的 導數呢 就大於delta 平方分之1 可是delta呢 是等於 根號b分之1的平方分之1 所以 也就是 它等於b 所以 我們就證明了 隨便給一個b大於0 我都可以找到一個 夠小的範圍 使得它的函數值 真的是比b大 所以 即 limit 趨勁到0 fx 是等於 正無限大 下面呢 我們介紹 連續性的概念 好 連續性 從直觀來說呢 就是一個圖形 直觀來說 一個圖是連續的 我們就稱為它是連續 所以這裡呢 根據這個圖 我們來討論 y等fx 在哪些點是連續的 所以呢 從這個圖來說 我們就可以看到呢 它在 x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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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圖形來看它是不連續的 那么在其余点是 在其余点是连续的 好 那这个是从我们的直观来看 下面我们就是要正式的定义 什么叫做连续 如果一个函数y等fx满足它在c点的极限是fc 我们就说它是把这个点在c点是连续的 好 这句话里头的含义是什么呢 注意到 第一个 我们写fc 所以第一个 fc一定要有定义 所以在刚刚的例子里头 注意到 在1这个点呢 上面是空的 是没有定义的 所以在1呢 是不连续的 第二个呢 当我们写这个的时候 limit趋劲于fc的时候 fx它一定要存在 所以在3的时候 我们知道 它在3这个点 它的极限是不存在的 所以这个也不连续 至少极限要存在 那么 我们这边要写这个极限要等于fc 所以像在5这个点呢 它的极限是存在的 可是它的极限值呢 是跟函数值呢 是跳开来的 所以图也是断掉的 所以它也是不连续 所以呢 当我们说满足这个条件的时候 它是连续 其实它的含义是这三个 第一个 它在那一点要定义 第二个 它极限值要存在 第三个 极限值要等于函数值 这时候 我们就说 这个函数在这个点是连续的 当然有的时候呢 虽然不连续 但是呢 我们看这上面的图 在3这个点虽然不连续 可是呢 它从左边来看 它的函数值在这里 所以还是连续的 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 就说它的左极限刚好都对函数值 这我们就说它是做连续 可是呢 在右侧呢 它是不连续的 因为它跑到这以后 函数值跳到这里来 所以不连续 那在这儿 那其他在1跟5呢 都是 都不会左连续 也不会是右连续 所以呢 就像我们常常遇到的 这个 这样的图呢 它就是fx呢 就是右连续 但非左连续 但非左连续 好 所以呢 Fx在x 连续 我们知道它的意思就是 Limited x 会等于fc 但是c呢 我们知道 我们可以写成这个 所以意思呢 也就是fx呢 在c 连续的话 它的含义就是 先做f这运算 然后再做极限的运算 等于先做极限的运算 再做f的运算 这两个运算呢 是可以交换的 也就是极限可以搬到挖虎的里头去 第二个提醒呢 就是 连续是一个局部性的概念 所以呢 我们刚刚定义只是讲说 它在每一点 x 等于c 会不会连续 我们的定义是在讲说 它在每一点会不会连续 所以它是一个局部性的概念 那么刚才我们看到 有一些不连续的期限状况 那么我们把它分类一下 像 像 a 这个就是 像 a 这个是连续的 而这个 b 是这边缺掉一点的 c 是这边缺掉一点 但是这边是有定义的 好 这三种 我们叫做可除性不连续 意思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重新示范的定义 fx 比如说在这边呢 我们叫定义 本来没有定义 那我们就 比如说这个值是a 我们就定义 f0等于a 把它补上去了 那么它就变连续了 那么在这个例子里头 它的定义是跳开来 跳开来 但是我们重新定义 重新定义 f0呢 是等于比如说这个a值 那么它就变连续了 这种呢 我们就说它的不连续是可以除掉的 所以我们叫做可除性不连续 可是呢 有一些就没办法了 像这个是跳动的 到这边跳开来 所以你无论怎么定义 你的f0都没有办法使它连续 所以它不是可除性不连续 它是跳动的 或者像这个呢 是无限的 像这个呢 sine的x分之一 这个是震荡的不连续 所以呢 不连续大致可能有这些状况 好 那我们先开始看1.8.5 那我们前面所介绍的连续呢 都是局部性的概念 我们现在呢 想把这个概念推广 甚至都会推广到一个区间上去 所以我们先看一个例子情况 假设呢 我们的i呢 是等于ba a是这个区间的右端点 然后呢 好 这时候呢 我们从直观来说 它在a点呢 应该是连续 可是呢 我们照着连续的定义是说 a区间于fx 要等于fa 可是 我们考虑 我们考虑limit 区间于afx 这式子本身并没有意义 因为我们的区间值 只有ba a只有左侧才有意义 所以这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在这个时候 我们的世界只有a的左侧 所以我们考虑的是 fx在a点呢 会不会左连续 也就是limit 区间于a plus fx 会不会等于fa 好 如果它会的话 那我们就说它是 在边界x等于a呢 是连续的 那同样的 如果呢 我们考虑的是左端点 那我们就看它在左端点呢 会不会是右连续 如果右连续 我们就说它是连续 好 那么现在如果是在整个区间上 它在每一个点呢 都是连续 我们就说它在i上是连续的 i上是连续 那如果fx是在定义域上 不管这定义域是一个区间 或者很多的区间 只要呢 它是在定义域上的 每一个点都是连续 我们就说它是连续函数 好 举个例子来说 像fx的x分之1 这图呢 看起来是不连续断掉的 可是呢 我们知道 domain的f呢 就是实数扣掉0 可是呢 在实数扣掉0上面呢 我们知道呢 它是连续的 所以呢 fx呢 是连续函数 是连续函数 而fx呢 在x等于0呢 是没有定义的 没有定义的 好 那至于x 参数函数 这当然 它都是连续函数 那么以下这些函数呢 在哪些点不连续呢 好 第一个呢 我们看 它的图形呢 它的图形呢 因为 x平方减x减2呢 x减2就等于x 减2x加1 然后x减2 所以在x不等于2的时候 它可以约掉 所以它其实呢 就是y0x加1的图形 但是 这点没有定义 所以呢 它实上呢 它是一个连续函数 所以第一个呢 它是连续函数 因为它在定义上的每一个点都是连续的 所以它是连续函数 而第二个呢 它图形是这个 虽然在1这个点有定义 可是呢 它的不连续点呢 是 它的不连续点呢 是 是x等于0 第三个呢 它跟刚才一样 是y等于x加1 但是在这一点呢 它在2这个点是有定义的 它定义呢 是在1 所以呢 反而呢 它是在2这个点断掉 所以不连续点呢 是 不连续点呢 是x等于2 好 第三个呢 是fx等于高c 所以是像 它图形像这样 那像这样的话 我们就知道呢 它在非整数点 它在非整数点呢 它在非整数点呢 是2连续的 可是在整数点呢 也就是这个0呢 1的这些点 它都跳掉了 所以它是不连续 可是 它虽然不连续呢 可是呢 它却是又连续 它是又连续的 因为它从右边看 它的极限都等于它的函数值 可左边看呢 它的极限值呢 不会等于函数值 所以它不是左连续 它是右连续 好 那我们呢 就先听到这儿 好 我们再继续哈 好 那刚刚说了 两个函数 连续函数 那你把它做 我们通常是讲四则运算 那就是指加减 乘 还有除 那这里其实更多 比如说还有乘上几倍 或者几次翻 这些都还是连续函数 好 合成呢 我的五则运算是指加减乘 除再加合成 好 合成你看哈 我们刚才讲呢 连续是什么意思 就是极限跟这个函数呢 可以交换 就叫连续啊 好 所以第一个呢 这条件你注意到哈 第一个呢 现在考虑的是 现在考虑的是这个 是F 从这边对到这边 然后再G 从这边对到这边 好 从这边对到这边 首先呢 在C这个时候 如果它在C的时候 它的函数值是趋近到L 好 然后G呢 是在L这里的话 是连续的话 好 连续的话 那我们就有这个 好 注意到这个里头哈 因为这个极限就是L 这极限就是L 好 所以呢 所以呢 那么这个极限的符号 跟G呢 会不会交换 就是看可不可以交换呢 这里写Limit A趋近到C呢 其实就相当于Limit F X 趋近到L 对不对 这才相当趋近到L 所以也就是 它在L的地方连续的话 我这个极限就可以跟G交换 所以我这个极限就可以搬进去 我这个极限就可以搬进去 好 对不对 因为 因为我们讲的连续的意思 就是可以把极限符号搬进去 但是呢 你要在哪里呢 要在这里头所取的值 好 那现在这里头的值是L 所以呢 那G在L连续 所以极限就可以把它搬到里头 好 你用这样去了解 好 那这里呢 就说F在X等于C连续 然后G呢 又在FC连续的话 那合成就在C连续 好 那这个呢 只是保证说 我们用的时候 很多时候可以自由用 好 下面这个例子 如果FG都在X F跟G都在X等于0连续 那G Circle F 是不是在X等于0连续 你觉得是会还是不会 这么肯定就说不一定啊 好 这当然是不一定 好 这当然不一定 好 注意到为什么呢 我要强调这个呢 你注意到 一个是说F在X等于C连续 然后一个是说G在FC对 你要C对过来是FC 然后G又在FC连续的话 那整个合成就在C连续 那现在呢 我是说F在0连续 G也在0连续 合起来会不会在 合起来会不会在0连续 那当然不一定嘛 因为你这个0跟这个FC可能没有关系 好 那说不一定 在数学上你不能说不一定 就交差了事 所以呢 你要给一个例子 好 这个就给一个例子 好 那这个就 我刚才在讲的时候 其实就是在提醒例子要怎么找 好 就在提醒说 例子大概要哪个方向找 好 这个 当然就留给你们找一个例子 找例子记得 就是找那种很简单很简单的例子 千万不要找太复杂的例子 就越简单越好 好 那么下面就说了 像什么 多项式函数 有理函数都是连续函数 好 密次函数也是连续函数 绝对值三角函数 这些都是连续函数 事实上六个三角函数 都是连续函数 好 所以像这些 像这些呢也都是连续函数 只不过这个log我们还没 看起来我们还没讲到 好 其实都是连续函数 好 那像这个 像这个呢 好 我稍微写一下 好 那么 FX在-1-1上 好 当然是连续的 为什么呢 当然是连续 因为多项式是连续 那么开根号又是连续 那我们刚刚讲的合成 两个函数的合成是连续 对不对 这个是连续 这个是连续 所以imply 合成的话是连续 那合成是连续 那1又是连续 所以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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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右連續的 因為它的圖就是這個 所以在這邊是右連續 然後是右連續 那imply其他這個東西當然也是右連續 那麼在x等於1是左連續 所以它是連續函數 好 所以我評論 它在這邊講連續的話 你不只要看它的內部的點 還要看它的端點 還要看它的端點 或者叫做邊界點 好 所以像這個 像這個呢 好 在優里數的時候 它的值是優里數的時候它的值是1 在五里數的時候它的值是0 好 這當然看起來 這當然看起來都不連續 所以這裡說呢 fx等於這個的時候 在每一點都不連續 好 那這個我們證明一下 我們證明一下 下面再講的話我就不嚴格證明了 這個我們證明一下 首先呢 現在呢 要證明的是不連續 我們前面講的都是證明連續 我們前面講的都是證明連續 現在講的是證明不連續 好 那要怎麼證呢 你看 連續是說 for all epsilon 我都存在一個delta 使在x跟a夠接近的時候 它的函數值就滿足你的要求 對不對 這個叫做連續 所以不連續是什麼意思呢 不連續呢 就說 有個同學忽然喊了一個ε 喊了一個5 連續的話就隨便你怎麼喊 你都要回 結果呢 有個同學現在呢 喊了一個數字ε 不知道什麼數字 比如說是5 結果呢 你絞盡腦汁把所有的Data拿來 測試測試 結果都不對 什麼叫都不對呢 就是呢 在x這個範圍之內 這個的 這打錯了 結果呢 都不會 應該這樣寫 應該這樣寫 好 應該這樣寫 都不會 應該寫 都不會emprime fx減掉fa小於ε 好 我這邊 這邊應該 這邊改成應該不emprime 好 我這邊寫對了 因為我實在說這個不成立 所以也對 也對 好 就這個不成立 好 就是你怎麼找 x跟a的範圍夠靠近的時候 結果呢 都不會得到這件事 所以我這邊寫不成立 這樣可以 好 你怎麼回它 結果有一個 找到了一個ε 你怎麼回它 結果都不對 好 那所以我們現在怎麼證明呢 好 所以我們現在證明 好 因為我說每一點 所以我認給a 認給a 好 那我就只要 好 好 然後呢 我找到一個ε 我就取ε等於1分之1 取ε等於1分之1 好 然後認給delta 這邊認給delta 我說這個事情絕對都不對的 認給delta 好 那麼 如果它是對的話 我認給delta 也就是0解x減掉a呢 小於 delta 好 假設 假設成立的話 假設成立的話 也就是fx減掉fa呢 都要小於1分之1 好 假設它對的話 則 imply這個 好 現在呢 現在呢 因為 s跟a呢 是小於delta 你知道 說隨便給一個a 隨便給一個delta 這中間的點呢 有有有理數點 也有無理數點 也有無理數點 好 所以在 a減掉ta a加掉ta中呢 有有理點 有理點 有理點x1 好 則fx1 減掉 好 這個時候 減掉fa 我等一下 我這應該不是寫fa 應該寫 假設 成立 等一下 這裡應該是寫 連續所以是fa 對 沒錯 fa 好 減掉fa呢 就等於 現在是有理點 有理點的值是1 所以1減掉fa呢 是小於1分之1 好 好 然後再來 再來 在a減掉ta a加掉ta中 有無理點 x2 則fx2 減掉fa 要等於 這時候當然是0 0減掉fx 然後也會小於1分之1 然後也會小於1分之1 好 那這有沒有可能 你看 這個是說 從第一個式子 從第一個式子 第一個式子是說fa呢跟1呢是在 距離是1分之1 所以它是在2分之3到2分之1之間 而這是第一個式子 第二個式子是說fa跟0呢是距離是2分之1 所以fa呢是在2分之1到0之間 可是呢這個事情是要永遠都對的 for all x在這個範圍之內都要對 所以這裡頭的x呢 對有理點也要對 對無理點也要對 所以呢這個也要對 這也要對 這顯然不可能 因為這個情況是說fa比1分之1大 這個情況是說fa比2分之1要小 所以呢二者矛盾 二者矛盾 好 所以它不可能連續的 好 不可能連續 好 那這個是 要證明不連續 邏輯上就要這樣處理 好 那通常不太容易 算 好 通常不太容易 好 所以我只想試一次 修一次給你們看 好 那麼下面這題呢 這些呢我們就不證明 就是說就告訴你 那你了解領會那些連續的性質 好 這裡說呢 在有理點是x平方 在有理點是x平方 在無理點是x三方 好 那問fx在哪些點連續 好 你覺得呢 在哪些點連續 好 它的彈述圖形就是像這樣子 所以它在哪些點連續 好 你在其他在像這個點 它在這個點的話 它在幹的是什麼 這是有理的 對不對 所以y的x平方 在這個上面的點是無理點 好 所以在這個點的話 它附近的有理數 它的函數值 附近的有理點 它函數值都在這附近 對不對 它附近的無理點 它的函數都在這附近 所以當然不可能連續吧 因為連續的話一定它的值 要很靠近一個固定的數 好 所以你覺得 在x是在哪些點會連續 多少 好 在x在 這個x在 當然x在哪裡的時候 它會連續 很容易就看出來兩個嘛 一個是什麼 一個是x等於0 對不對 還有一個呢 x等於1 好 就結束了 也就是 因為你要無理點跟有理點都空頭 那在這兩點以外 它都不空頭嘛 都差了一段距離 所以它當然不會連續 那這兩點呢 在這附近它的函數值 不管有理點 無理點 它的函數值都很靠近0 那在這一點 不管有理點 無理點 它的函數值都很靠近1 所以它就是連續的 好 那下面呢 這個 一個呢 是x加1 好 一個是x加1 好 另外一個呢 是x平方 好 但是呢 這裡是說 在小於A的時候 不知道A在哪裡 好 不知道A在哪裡 然後在小於A的時候 它是藍色 在大於A的時候 它是 欸不對 小於A的時候 它是 它是橘色 大於A的時候是藍色 那你A該是什麼的時候 它才會連續 好 那當然 要連續的話 所以呢 比如說 這個是橘色 橘色 橘色 然後呢 我的意思應該這樣寫 這邊都是取橘色 橘色 然後這邊取藍色 這就連了 對不對 或者說 或者說 這邊都是取藍色 藍色 然後這邊再取橘色 橘色 那就連續了 我好像畫顛倒了 好 不過總之呢 你知道我的A候選人是什麼 我的A候選人就是 因為要連續 所以在A這點的左邊跟右邊呢 兩個值一定要符合的 也就是Limit H近於A A-fx 要等於Limit H近於A-fx 這個就叫在A連續 可是呢 A-的話 它的值是A等於A加1 在A-的時候 它的值是A平方 所以你就知道 它應該是A就等於2分之1的 1加減更號5 對不對 1加減更號5 這個時候呢 它就會連續 好 其實就是這兩點 好 這就是這兩點 好 好 那這題呢 這個 就只是讓你欣賞一下這題 這題呢 有興趣的同學你們可以自己做 但是你如果做不出來呢 就不要特別去三島經 好 這題呢 是這個意思 好 我再把話大一點 我再把話大一點 好 好 這題在講什麼呢 在講 這裡是0 這邊是1 如果是優理數的時候 我就把它寫成分數 比如說1就是1分之1 這時候你取值就取1分之1 2分之1的時候 那你取值就取2分之1 3分之1的時候 這裡是3分之1的時候 你取值就取3分之1 3分之2的時候 你取值就取3分之1 4分之1的時候 你就取值4分之1 但是4分之2的時候 因為是2分之1 因為我要寫最減分數 所以它的取值還是2分之1 4分之3的時候 取值是這個 好 5分之1 5分之2 5分之3 5分之4 然後6分之1 6分之5 然後7分之1 好一直點點點 一直點點點下去 這個函數 這個函數 所以這個函數 3分之2 取值3分之1 3分之4也是取值3分之1 對 3分之4 不過我沒有畫到超過1 3分之4也是取值3分之1 對 好 那麼這個圖看起來都是跳來跳去 跳來跳去 但是所以呢 在游離點上不連續 這你可以了解 你看 游離點都是跳這麼遠 但是呢 它是在無理點上是連續的 那你覺得這個好像不合理嗎 在無理點看來也是跳來跳去 因為任何一個無理點的附近呢 都是有游離點對不對 那所以它也都會跳開來 但是呢 你如果用我們的極限的定義 Axion Delta的話 去證明 真的證明它在無理點是連續的 它會符合Axion Delta的定義 好 也就是比如說 Limit X趨近於Pi X趨近於Pi的fx 它真的你可以用Axion Delta證明 它的極限是0 它符合Axion Delta的定義 好 那我這個就不仔細講 我很快的就跳過去 好 那下面呢 是這個 就說 好 這個只是一個概念而已 不是那麼重要 好 就說fx 如果是可除性不連續 可除性不連續 有兩種對不對 一種是沒有定義 另外一個是有定義 定義跳開了 如果是沒有定義的話 那你就可以把它補定義進去 也就是 如果它是原來的定義 你就叫fx 如果在c原來沒有定義 你就補它的極限值下去 那這個就叫做 這個就叫做 這個就叫做 連續擴張 好 比如做這個例子 好 y等於x平方-4x平方加x-6 那我們知道 它是把它 我們知道它的約分以後是 x-2x加2 然後x-2x加3 x加3 它是這樣 好 所以它在2跟-2這兩點 2跟-2這兩點都沒有定義 但是在-2那一點 你沒有 但是在-2那一點 因為它趨勁無限大 所以你沒有辦法補了 好 但是呢 你重新 你再定義fx 是等於x平方加x-6x平方-4 當x不等於正負2的時候 但是在2這一點呢 你可以把它補定義 補定義是多少呢 因為這個時候它是x加2x加3 所以它的極限是 它的極限是四分之五 所以你定義它是四分之五 把它補進去 好 诶 這邊怎麼寫 對四分之五沒錯 好 這個時候 我們就說它fx 是fx的連續擴張 好 就是呢 把這個fx把它的定義擴張 但是呢 怎麼擴張法呢 是要它連續 是要讓它能夠連續 也就是就把這個點補進去 好 那就叫 所以這時候這個新的函數 就叫做它的連續擴張 好 那 所以像這個 x分之三x呢 我們也知道 它有問題的點就是 它的定義率呢 第二個 它的定義率呢 也是一樣 是時數扣掉0 那這個0這個點呢 可不可以有 可不可以有連續擴張呢 所以我們就看看 limit h進到0fx 到底它的極限值存在不存在 如果不存在 那就沒有了 那就沒有了 可是呢 它是有存在的1 所以我就定義 就把它補上去 fx是等於 sin x除以 x 或者1 當然這個x不等於0 當然x等於0 這個時候就是連續擴張 好 再強調一下 像剛才這個 在負2那個點 就沒辦法定義 好 所以我最後的定義 這個不等於正負2 然後這個等於正2 可是x等於負2沒有辦法 好沒辦法 因為它極限不存在 好 那我們的極限的基本性質呢 到這裡 下面呢 好 剛剛其實講的是 連續函數的各種基本性質 好 下面呢 連續函數到底有什麼好的性質呢 好 下面 是 這個維積分裡頭兩個比較基本的定義 極指定理 中間指定理 好 他們都跟連續性很有關係的 那 好 極指定理呢 我們以後其實會 其實會很仔細的講 會很深入的講 現在只大約提一下 好 大約提一下 好 其實也在告訴我們說 以後維積分要做什麼 好 好 這極指定理是在講什麼呢 講說 一個函數fx 在ab上面 它是連續的 那麼 它一定呢 就是有界 好 它一定有界 意思也就是說 在ab上呢 這個 它不可能會跑到無限大去 好 不可能 這是不可能的 好 然後呢 它有界 而且 然後呢 必定存在 極大跟極小值 比如說 在這個裡頭 這個就是極大 這個極大fb 好 然後極小就是這裡fc 這個c 然後這個fc就是極小 好 一定有極大跟極小 好 好 那我現在稍微提一下 這個條件 第一個 連續性很重要 因為 你一個b區間很簡單 就是像 就是像這個 就像這個fx等於x分之1 好 然後在 好 然後這邊把補0 那麼在-1正1上 那它就沒有界 然後也沒有極大極小 -1正1上面 好 -1正1上 好 這邊也把它補起來了 它都有定義 但是它不連續 不連續就可能沒有界 那也沒有極值 好 第二個條件很重要的是 b區間 你如果在開區間上 你如果在開區間上連續 也不一定有好的性質 很簡單 還是這個 y-fx 在開區間01上 01上 好 在開區間01上面 這個是1 所以這邊沒有 好 這個沒有這樣 好 01上 第一個 它也不是有界 因為它跑到無限大去 那它有沒有極大值 它也沒有極大值 它有沒有極小值 欸 它有沒有極小值 有沒有極小值 Y等於x分之1 Y等於x分之1 在01上 有沒有極小值 有嗎 是不是 1 蛤 是不是 有同學怎麼樣 有意見 沒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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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沒有啊 但有沒有 有同學說有 有同學說沒有 那 Y等於x分之1在01上 有沒有極小值 好 有同學說沒有 有同學說有 好 有還是沒有 好 應該是沒有 那你說1是什麼 根本沒有1嘛 根本沒有1這個值 好 好 因為這個1是開的 1是開的 所以這邊呢是開的 所以這根本達不到1這個值 所以1不是它的極小值 它沒有極小值 好 清楚啊 看起來1是最小 可是它根本沒有達到1嘛 因為它的世界裡頭 是吧 因為它的世界裡頭沒有1 好 所以那個1根本不在它的詞語裡頭 所以它沒有極小值 好 那這以後會詳細講 那現在只是在告訴你說 好 就要連續函數在這裡就扮演很重要 不連續的話 這個極子這個 這個 這個結果就不一定會成立 好 比如說極子最簡單的問題就是像這樣 以200個 這是高中問題 對不對 那你就用配方法算一下就出來了 好 我就不算了對不對 這個用 你這把fx寫出來是多少 200公尺為例的話 所以呢 就是 一個加x 一個就是多少 100 100- 一個叫x 一個就是100-x 對不對 100-x 對 然後面積就是這個 好 然後你就用配方法去求極子 好 這是高中方法 好 而且只有二次的才可以用 那維積分就是要告訴一般的時候怎麼做 好 那你要求極子呢 還有一個辦法 就是呢 讓電腦畫圖 好 電腦畫一個圖 然後呢 你就把 然後呢 你可以讓電腦把圖放大 只放在 就是 只結一小段 然後放大 然後你可以從圖來估計 它呢 估計它在哪裡有極子 極子是多少 好 這個是電腦處理的 那我們維積分當然就不用 就是希望 確實 確實告訴你怎麼算 好 那這只提醒一下 這橘子定理在後面很重要 然後一個關鍵是連續 好 那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定理呢 是中間子定理 好 中間子定理 中間子定理是說什麼呢 也是一樣 連續函數 好 這些定理呢 我們沒有證明 但是呢都是你直觀 所以你千萬不要去背 好 你只要知道直觀 他在講什麼就好了 他就在講說 一個連續函數 這是A 這是B 然後FA不知道在哪裡 FB不知道在哪裡 好 這中間怎麼跑也不知道 好 這中間怎麼跑也不知道 但是呢 他說 對FA及FB 好 FA在這裡 FA在這裡 好 然後呢 FB在這裡 好 然後對FBA FA跟FB這中間的任何一個數 均可取值 意思也就是說 它都會 它都會是某一點的值 比如說這一點 它就會是這個的值 它也會是這個的值 好 比如說 比如說 比如說這個點 它就是這個的值 好 這個點 它就是這個的值 好 總之這裡頭每一個點呢 在這裡頭的每一個點呢 都是某一點的函數值 好 那麼 好 也就是 是介於FA跟FB之間的D 都會存在一個C 使得FC的D 好 下面呢 是說 如果這個函數不連續的話呢 那這個中間指定你就不見得成立 好 來我們看這個例子在講什麼 這例子在講 我看 負二 一個 等一下 我看一下 一個是負二 負一 一個一正一 好 然後負一正一是 負一正一是 X加二 所以什麼叫X加二 是這一段 好 然後負二負一的話是 負二負一的話是 X 好 負二負一的話是 X在這裡 好 那像這樣子 那這樣子的話 斷掉了 隨著中間呢 所以呢 我們要考慮的是 F負二 跟F正一 那這中間呢 這些點當然就無法取值了 好 所以斷掉的話 當然 當然不見得對 好 再來呢 下面是說 好 所以第一個 一定要連續函數 第二個呢 它的應用是 堪根定理 也就是 這個你們高中其實有了嘛 高中有堪根定理 也就是給一個FX 然後呢 它在A點的值是負的 然後在B點的值是正的 那麼 A B呢是E號的話 那中間一定有一個C 它的值是0 好 也就是它的根 所以這叫堪根定理 好 在高中有吧 堪根定理 但是要小心的是 這裡講說會存在C 那有幾個C呢 那不知道 沒有講 這個只講存在 好 只講存在 好 所以它只保證 根的存在 根的數目呢 甚至可能是無限多 好 是什麼呢 就像這個跳跳跳的 好 像這個是 這個圖是什麼 這個圖是 因為是X乘上Sine X分之一嘛 所以它的圖就是 它的圖就是這樣 好 就這樣一直跳 所以呢 你隨便抓一下 比如說隨便抓一個 這個點跟這個點 那隨便取這個叫B 這個叫A 那這中間呢 跟就有無限多個 好 就有無限多個 因為在中間 一直震盪 一直震盪 所以就有無限多個 好 所以記得就是說 中間指定你呢 第一個 它要條件就是 要 條件就是要連續 然後第二個呢 就是 它有這個C 但是這個C呢 通常沒有講幾個 好 沒有講幾個 好 而且呢這個C到底是什麼 也不知道 C到底是什麼 也不知道 好 下面呢 我想我們先提一件事情 好 剛才的兩個定理呢 你注意到 第一個定理是說 極子定理就是說 B區間上的函數 一定有極子 好 第一個定理是說 B區間上的連續函數 一定呢 有極大在這裡 然後極小在這裡 可是 當然也可能 好 也可能極大在這裡 那這裡到底是哪裡呢 不知道 不知道 好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在講說 另外一個就在講說 比如說 B區間上的連續函數 好 B區間上的 比如說 這邊是A 這邊是B的話 那A跟B中間 隨便一個取一個 一定可以取直C C是什麼 也不知道 好 這種定理呢 就叫做 存在性定理 只告訴你 存在C 存在C C是什麼 不知道 那這個定理不是有說跟沒說一樣嗎 好 根本沒有用嘛 好 都只在說有C 有C 到底C是什麼 好 但是呢 這邊說 非常重要 這種定理非常重要 來 下面呢 舉個例子來告訴你 為什麼這種定理在數學上 是這麼重要 好 那下面這個呢 問題是要 叫你找一個最大的整數 叫你找一個最大的整數 最大的而且還強調正整數 叫你找一個最大正整數 好 我來找給你看 好 令N為最大正整數 最大正整數 好 N是最大正整數 好 是正的 那N平方呢 因為是整數嘛 又是正整數 所以N平方當然比N大嘛 對不對 這沒問題吧 正的 因為比1大的就比N 比1大的數 N平方就比N大了嘛 所以N平方會大於等於N 好 這也沒問題 好 但是 當然 N為最大 所以呢 N平方比它大不可能嘛 所以一定是N平方等於N嘛 對不對 N是最大了 N平方大於等於N 所以N平方只好等於N了 清楚 因為N最大了 所以N平方是大於等於它 所以只好等於它了 好 所以N就等於0或者1 但是我要是正整數 所以不可以 所以這個不合 所以結論呢 1是最大的正整數 好 1是最大的 從來沒想到1是一個最大的 而且我真的證明給你看 好 1是最大的 我的邏輯完全沒錯嘛 對不對 我剛剛一句一句解釋給你聽了 好 推導給你聽了 所以1是最大的 好 所以這裡發生錯誤在哪裡 錯誤發生在第一句話 這世界根本就沒這個東西 根本就沒有這個最大正整數嘛 你強迫說它有 然後去證明證明證明 結果證明錯誤了 這就代表說在數學上其實很多 你們自然沒遇到過 所以你剛才覺得時候 我講這個存在性很無聊 講這個最大這個很無聊 其實數學上很多很多 你都必須先講它存在再去算 如果你根本 很多東西根本不存在 結果你在那邊算了半天 結果結論是錯的 好 所以這就強調說 存在性的重要 你在做很多東西你要算之前 你是要理論保證它的存在 要不然你就算出來 1是最大的正整數 好 這個註解是這個意思 好 數學上很多存在的定理 但是呢 那些其實重要的 好 但是呢 存在了以後怎麼算呢 好 下面呢 就是在講 好 比如說 像這個求fx等於x3次方 -4x的正負區間 這個呢 就用到了中間指定理 好 來 我們看看 這題目高中有沒有過 求它的正負區間 好 怎麼求正負區間呢 就是令fx等於0 結果呢 結果呢 也就是x3次方-4x等於0 所以m'x等於0正負2 對不對 好 所以這邊是0 這邊是正2 這邊是負2 好 那我們就隨便抓一個 F3 F3 F3是多少 3是27-12 15 然後大一個 F1 1是負3 然後大一個 負1 負1是多少 負1是正3 然後隨便再寫一個F 隨便再寫一個F-10 負10 負10 哎 負10是多少 負10就是負960 好 這個時候你就可以說了 它的正 什麼是正區間呢 2到無限大 是正區間 對不對 是正區間 然後呢 這邊1是負3 所以你就說0到2呢 是負區間 然後F-1呢 是正的 所以你就說負0 是正區間 然後呢 這個負10是負的 你就說負無限大到負2 是負區間 你怎麼可以這樣說呢 你只是隨便說一個3 帶下去是15 是正的 你怎麼就這麼大膽說 這後面全部都是正的呢 對不對 你怎麼可以隨便抓一個 3帶下去15是正的 你就說這邊全是正區間 這因為你用了中間指定 也就是說萬一這中間呢 也就是說萬一這中間呢 有一個有一個A 它的FA不是正的是負的 那剛才中間指定理 或者是康根定理 就講了這中間呢 正的到負的中間 一定有一個0 但是我們剛剛說了 0只有這三個 所以中間不可能再有0了 知道哈 所以也就是這個區間 2以後呢 你抓了一個數是正的 其他呢一定也全是正的 不可能有負的 萬一有負的 也就是在兩個數 三個那個數中間 還會有一個0 會有一個根 可是現在呢 我們已經說了 根只有這三個 好 所以這個就是中間指定理的應用 好 再來呢像這個 這個高中應該有吧 康根定理 康根定理高中有嗎 好 所以這個呢 我想就沒問題了 F1帶下去 所以就是1-2 就是1帶下去就是-1 F2帶下去就是5 所以呢 所以Empline 在1 2中間有一個根 好 那現在呢 今天有根 那剛才說的 存在性定理是保證有根 所以你在數學上 就一定還要有其他的方法 來幫助你找到根 好 那一個 我就不知道高中有沒有講二分法 這個我就不曉得高中有沒有講到 好 二分法呢就是 你確定了 1跟2的存在性中間有根了以後 然後二分法的意思就是說 好 比如說1剛剛得到的是-1 2得到的是5 你就中間就知道有根了 所以你就二分法這邊取1.5 我應該這樣寫 我應該等一下 我應該這樣寫 1的話2 然後這個是5 然後一正一負中間有一個根 你就抓1.5 然後看它的函數值是多少 接下來就帶進去看它的函數值是 0.8750 它是正的 是正 0.8750它是正的 所以從負的到正的中間 我們知道有根 所以再取一個中點 1.25 1.25 再看看它的值是多少 是負的2969 它是負的 你就知道 是在這中間又有根 所以你再取它的中點 然後再看 帶進去看看它的函數值是多少 是正的 是正的 那你就知道 這中間一定有根 你再取它的中點 就是 這中點是多少 1.25根 1.375的 終點就是1.3125 好 你就這樣子一直逼近 那一直逼近下去 看看它的根接近近是多少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它的根應該是1.3247 但是你可以用電腦寫程式 讓它一直跑 好 那這當然是非常沒有效的辦法 那我們微積分就還會告訴你一個辦法 那個辦法 要用那個辦法之前也是先要用剛才的看跟定理 知道一個區間有了以後 然後我們就用劉頓法 劉頓法效率就很快了 剛剛這個是很沒有效率的方法 好 再來 這個呢 基數次多項式方程式也一定有10根 這個可能你高中也知道這件事 但是呢 我們也是 現在呢 現在呢 每件事情就是都要有根有據 你一定要根據什麼定理來說這件事 fx等於anxn加上an-1xn-1 好 ++++加上a1x加上a0 好這個是多項式方程式 然後呢 基數次 所以n呢為基數 好 我們要說它必有10根 所以一定也就是說 要有一個值代進去是正的 要有一個值代進去是負的 所以呢 你就考慮limit 趨勁無限大 好 這個時候 fx是等於多少 fx趨勁無限大 是多少 是多少 多項式趨勁無限大 當然是無限大 對不對 好 但是寫無限大 對不對 好 寫無限大 對不對 是不是無限大 小心 這不一定是無限大 是什麼 應該是什麼 我說不是無限大 正或負 那到底是正還是負 什麼 好 這句話才重要 你說不一定 但是也要 因為你要證明東西 你一定要講定 不能夠政府無限大 好 所以剛剛講這句話重要 看守向係數 好 這句話重要 好 an大於0 an小於0 好 我這寫的時候 當然an不等於0 好 好 所以limit 趨勁無負無限大 fx 這個時候 極數就用派三用產了 好 因為正無限大 管它極數 偶數都是這樣子 好 但是負限大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就派三用產了 好 an是正的時候 那這個是極數 負限大 所以是負無限大 然後an是負的話 所以就是正無限大 好 那這個時候 因為你要用 中間指定理 中間指定理 必須給一個區間ab 所以呢 因為它區間於正無限大 是正無限大 我們現在呢 不凡射 an大於0好了 好 那an小於0就通理可證 所以是an大於0 那就這個情況 所以會存在一個m大於0 使得fm 我應該這樣寫 存在一個a 存在一個a 使得fa呢 會大於0 因為它區間無限大嘛 所以一定就是一定有一個 這個詞是正的 要不然會區間無限大 而且會 然後呢 再利用 這個 這個我應該這樣強調一下 這個是由1 我寫在那 這由1 好 這個是由2 由2 存在一個b 使得fb小於0 好 那ab在哪裡都不重要 所以呢 在ab 好 或者可能是ba 好 因為我也沒有 當然你可以這樣講 你希望 講得簡單一點 那你就說 存在一個a大於0 存在一個b小於0 也沒關係 因為這邊是往正無限大的 這邊往負無限大 所以你取a可以取正的 這樣簡單一點 免得把事情搞得很複雜 所以在ba上呢 就有一個根 有一個根 好 那這個是中間指定理 好 欸 由中間指定理 好 那我們呢 今天就到這裡 好 那下面一件事呢 這個 我先提一下 這個 欸 這個 你們回去做一個實驗 做一個實驗 這個實驗在講什麼 你回家呢 你拿你的飯桌 好 甚至其實椅子都可以 啊 啊 我不一定也甚至不要圓了 翻的都可以 啊 一個圓桌 好 那圓桌呢 擺在地面上 一定會 常常 你買回家的椅子桌子 擺的都是會搖搖晃晃 對不對 會搖搖晃晃 那你怎麼辦呢 你就是塞抱紙對不對 好 對不對 你買了一個飯桌回家 就在搖晃 那你怎麼辦呢 就塞抱紙 那現在告訴你 你回去做實驗 欸 你把這個桌子呢 順時針 或者逆時針轉一下 你把你就 啊 他會換你就把桌子 啊 沿著中心把它轉一下 最多轉90度 好 沿著順轉90度 也可以 啊 逆時針轉90度也可以 最多90度 那這桌子一定會平的 好 一定會平的 你回去